而这部分县市相继实施了传统市场分流 降低人潮群聚的机会 广富乡传统市场也有人因为群聚而遭到警方开罚 乡公所是否因此要跟进分流 亲自到场视察的乡长林清水 听取探番业者反应之后表示 受到疫情影响市场如今是门壳罗雀 实施分流意义不大 目前就以加强落实实联制以及环境清销为主 光复乡公所在市场前后出口设置防疫管制 但还是有人在里头群聚没有戴口罩 被巡逻员警发现立即开罚不手软 本所严正落实一律裁罚不再劝导的防疫政策 立即依法搜证 还请主管机关裁罚 乡公所虽然实施防疫管制 但人群或者不戴口罩的行为也难以掌握 传统市场是否会因此而成为防疫破口 部分县市相继实施传统市场的分流措施 降低人潮群聚的机会 又之前光复乡的确诊案例足迹 也曾到过传统市场 乡亲民众也关心是否因此比照办理 乡长林清水也亲自到场视察了解 目前是没有分身份证几号 尾数几号怎么说来买 因为本身市场最近来 就是门口楼窃 就很少人来 所以很少我们就没有再分流这些事情 就只要提醒大家做好这些防疫的措施 虽然乡公所截至目前为止 针对了传统市场进行六天以上的环境清销 但受到疫情影响 市场买气人潮直直落 要分流管制 贪犯业者认为意义不大 乡长林清水听取业者反应后表示 目前仍旧是加强落实量测体温 实施石联制 以及环境清销为主 杜绝病毒疫情的扩散机会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